玩水消暑的可能就躲进了冷气房了 由于这两天是周末假期 用电量没有比上半天来的高 不过台电预估 如果天气再继续这样热下去的话 明天礼拜一上半天 很可能就会创下用电量的新高 天气热得不得了 民众进到大卖场涂个凉快 只是现在受限于台北市的规定 卖场冷气不得低于26度 来采购的民众觉得没有以前凉快 现在人没有很多 如果人很多可能还是会很冷的 有民众反应冷气不用太强 刚刚好最舒服 觉得冷气就是刚好就好了 就是不要到真的非常的热 但是也不用真的冷到 就是大家都还要穿长袖的这样 卖场里头 贩售液经电室等 电器产品的区域温度相对偏高 但随着空气流通 均温仍维持在26度左右 如果人再多一点可能又会更热 人多体温高 当然会变高 卖场均温26度 究竟能不能被接受 上路才第四天 需要多一点时间让大家感觉一下 这个周末气温飙高 但因为很多公司航号工厂都在放假 瞬间用电量高峰还没突破上周五的数字 昨天的那个瞬间的尖峰 下午发生的瞬间尖峰是大概有这个 2960万瓦左右 其实从6月开始就已经以下月电价来计算电费 以每户平均用电400度来计算 每度多了0.78元 每个月电费多支出312元 要提醒民众节约用电 而台电表示如果接下来天气持续炎热 很有可能周一上半日就会创惊吓用电量最新高 记者张金城博玉台北报道